老王抓着一把扇子走到人饭市场 一个小女孩冲到他面前 张嘴就说会洗衣服做饭不要钱 只求老王能带走他给他口饭吃 老王转身就走 小女孩直接抱着他的腿不让走 老王无奈极了 他只想一个孙子来继承香火 原来当地川剧明爵 活观音梁老板在一次庙会上 看中了老王的变脸表演 想要邀请他入伙 而老王以为他想偷师便拒绝了 梁老板邀请不成非常遗憾 但他仍旧好心提醒老王 该找一个继承人传授绝活 老王年岁已高而妻下无子 梁老板这番话算是戳中了他的心事 回家路上老王转到桥头 特意请了一座送子观音 祈祷自己能够得到一个孙子 然而孙子也不是说有就有的 但在民国那个年代 花点前也许就有门路 于是老王走进了人饭市场 然而放眼望去 市场上基本看不见男孩 女孩子在这里极其廉价 有的妇人甚至因为养不活 想直接送人 转了半天老王也没发现 合适的小男孩 失望之下 他朝门外走去 这时他被一声爷爷吸引住了 老王回头一看 一个男孩笑着站在那里 整个人被光芒包围 就像是菩萨显灵送来的一样 老王最终用五块大羊 买下了这个孩子 并给他起名狗娃 老王的绝活终于后继有人 他给狗娃买新衣服 便脸逗他玩 带他去拍照 在狗娃生病时 买药悉心照顾 而狗娃也非常懂事 为老王做饭挠养 爷孙俩一起生活非常和谐 这天回家路上 爷孙俩碰见了 披甘蔗赚踩踩头的游戏 老王也上前展示了一下身手 卖甘蔗的看不过眼 暗中使坏 老王一刀不稳 划破了脚背 他连忙让狗娃用童子尿来疗伤 狗娃一听急哭了出来 他只能跟老王坦白 自己是个女孩子 老王一听就傻了 自己竟然被一个小女娃 耍得团团转 这下继承人没了 老王心善 没有再把狗娃卖掉 反而给了他一点钱 让他自己去谋生 狗娃哪里肯走 他被卖了七次 自然知道 不会再遇见老王这样的好人了 看见老王撑船离开 狗娃跳下水去追 老王于心不忍 还是把他留了下来 只不过这次 他让狗娃叫他老板 给他打短工 洗衣做饭 学杂技卖艺 狗娃也肯吃苦 学了杂技 就跟着老王一起去卖艺 这天两人正在街上演出 几个兵痞走过来 发难要老王交绝活 狗娃看见老王被为难 立刻发声维护 眼看就要得罪兵痞 老王好歹多年是混迹江湖 两三下糊弄过了兵痞 回家路上 老王去酒馆喝酒 狗娃见他喜欢 就偷偷顺了一瓶 老王发现后 生气地让他还回去 他这辈子 只靠本事吃饭 干不来这偷摸的坏事 他虽不让狗娃叫爷爷 但却带着狗娃 去看梁老板的拿手好戏 无形中把狗娃当作了亲人 可谓是刀子嘴 豆腐心 狗娃懂事乖巧 有时老王也会感叹狗娃 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 而狗娃却拿着观音 反问自己 到底哪里比男孩子差 老王一下子被堵得 说不出话 日子久了 狗娃也开始对变脸感到好奇 这天晚上 他趁着老王不在 偷偷拿脸谱出来看 结果一不小心点燃了脸谱 狗娃吓得松开手 脸谱掉到干涛堆上 船舱里开始起火 他拿着扫把想要扑灭火苗 却让火势越来越大 狗娃只能把赚钱的家当搬出来 船没了 老王不能再留狗娃了 而狗娃也知道自己闯祸 他只能选择离开 老王又变成了孤独的卖艺人 这天辽老板把之前的相片送来 老王想起了狗娃 一时之间不是滋味 狗娃在离开老王以后流落街头 没多久就被人贩子抓走 他遇见了被拐来的香绳家小少爷天赐 天赐一看见姐姐就不哭了 还把手里的东西给狗娃吃 狗娃趁着人贩子喝酒不注意 带着天赐爬墙跑了 在废弃寺庙里过夜的时候 狗娃发现天赐是个男娃 他又想起了喜欢男娃的老王 老王思来想去还是想要一个孙子 便又去庙里拜菩萨 尼姑跟他说水边抱孙子 回家路上老王一直琢磨着什么意思 等到了家却发现 船上多了一个小男孩 孩子一开口就叫爷爷 老王开心到不行 真是菩萨显灵了 晚上小男孩告诉老王 他叫天赐是姐姐送来的 老王这才明白是狗娃送来的 然而天赐丢了 乡绅家里自然是着急的 麻烦找上了老王 他被当作人贩子抓了起来 老王本想好好解释 但警察不听认为他是在胡说 直接一顿暴打 逼他承认犯法 甚至想把县里别的案子 也安在老王头上 老王只能等着被枪毙 狗娃看见老王被抓 后悔不已 是他好心办坏事 老王此时已经任命 他撕碎狗娃带来的脸谱 觉得是自己命苦 不再责怪狗娃 狗娃带着猴子离开 他找到酒馆老板 老板告诉他 可以去找梁老板帮忙 于是狗娃又去找梁老板 但梁老板忙于演出 狗娃只能在戏院旁边等 演出结束以后 他又跟着追回家 苦苦哀求下 才见到梁老板 梁老板被狗娃的孝顺感动 他愿意帮忙 但在那个乱世中 他也只是一名戏子罢了 怎能比得上官场的大人 县里的市长不让梁老板插手 他也只能无奈听从 毕竟活官义 不是真的官义 救不了人命 梁老板只能拿出一些钱 给狗娃做盘缠 狗娃不愿意 让老王含冤而死 他趁着市长来看戏时 把自己用绳子 吊挂在戏台上 想以性命威胁市长 梁老板也在一旁帮忙求情 但在市长看来 不顾是小孩子的打打闹闹 成不了气候 梁老板说不动市长 又看见狗娃割断了绳子 只能冲上去把他接住 两人顺着楼梯滚下去 市长被两人的举动震惊了 一个小孩和戏子 居然如此有情有义 自己再不管就说不过去了 老王被救了出来 他找到梁老板道谢 梁老板也不懒功劳 反而告诉老王 狗娃才是他的救命恩人 老王回到家 看见在做清洁的狗娃 终于承认了这个孙女 爷孙俩又可以跟从前一样 江湖卖艺了 影片不仅展现出 质朴的爷孙秦 更是对负面的封建思想 做出批判 生逢乱世 香火垂危 那时的人们守思想禁锢 中国传统手艺 也在此之下 渐渐消失 但不可否认的是 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也有自己的命运 也会互相取暖 虽然事态炎凉 但人间自有真情 便是这样了 不要问我是谁 我是努力讲好故事的疯歌 看完视频的朋友 记得评论支持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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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